我們是一個胎兒子肯腔醫療集團 然後其實我們集團主要有三個主要的部分 一個是牙科診所 然後我們在牙科診所那邊有數位的牙科治療 然後這個數位牙科治療它的帶給患者的好處是 以往譬如說 不知道您有沒有做過假的 有 有那以前以前傳統的做假的方式就是我們要去映模 然後送出去然後轉回來 現在就是用數位的方式 用KKM的技術用3D口上完設計然後製作 那我們公司比較強的部分是 除了這樣子一般性單科資料之外 我們有做更多這種特殊性的資料 比如說一次全口二十幾科在當天就可以全部做完這樣 OK厲害 那那個部分有拿到台灣的國家形狀獎 然後我們也有做一些譬如說全口烏鴉的患者 那以前這種就是無牙的患者他要去做這種穿衝的 就是歐往後 你叫做歐往直 對那那種的話就是以前的話也是要用翻租的方式 那我們現在用一種數位的方式 它牌子是可以直接做完之後 然後定位完調整 然後包含他的質疑到一般然後最終做出final 那整個流程從以前就是要花數個月的時間 變成是現在只要三個小時 只要三個小時 OK 對那 這是我們在臨床的部分做到的一些突破 那這些突破因為其他國家意識覺得很棒 所以他們就想要來跟我們學習 對 所以我們就開了我們的第一個亞克教育學院中心 那就是這個theiration就是海瑞斯亞克教育學院中心 那這個地方的話我們從16年開幕到19年的時候 有40%的來這邊的醫師都是從國外來的 所以我們目前有這些國家的醫師來到臺灣上過 這中心在哪裡 在台北 在台北 對在內湖那邊 那等所在士林那邊 對 然後呢我們自己也被送到到很多個國家去做一些演講 這樣子去分享 就是我們在數位上的突破 因為數位亞克的治療現在已經都很熟了 其實已經是一個普及性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可是要把它做得更多更強更好 然後發揮到各個不同的領域 不然是矯正啊 或者是質疑啊 或者是鹽腹 多顆的鹽腹 那其實大家通常都沒有做這麼好 他們就那樣是不會很貴 就是我們在用的是 國外那樣是不會大概500萬 對那那樣的設備 人家用的就比較局限 可能只有做單科 然後我們就做到多科的治療這樣 那我們在其他國家 因為他們都會跟我們去合作 就是這些數位的流程 跟他們的產品 這些東西的集合 所以這些是當初在那些國家 就是跟我們合作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就是成為了 就是世界里爾達的這個 數位治療的教學機構 然後在上一次 衛福部他做南下政策的時候 邀請整個東南亞 多國家的院長他們來 然後也是幫我們釣魚中心去合作 這樣子 那我們其實目的是在 打造整個亞科的數位生開選 所以這個時候 這些新的技術 醫師們看到了之後 患者們得到好處之後 這些醫師想要學 學完之後他到底要帶什麼回去 就是我們一直在思考的 那其實我們自己也有做牙材的產品 所以像我們其中一個牙材的產品 在這一次的就是 COVID-19的情況下 其實獲得了一個很大的回響 那個東西叫做EasyPrep 那那個EasyPrep的話 它因為以往我們去看牙齒 就是自己嘴巴張開 然後醫師會在你嘴巴塞一些東西 結果你的嘴巴是張開 那我們現在這個EasyPrep 它是一個矽膠的這個東西 它放在口內之後 它就可以組得你的舌頭跟臉腳 那像這樣子的產品 它就很好的去幫助我們的 患者可以得到一個比較好的治療 然後 亞科醫師 他就是可以有一個比較好的view 那你不用放很多東西進去 那因為它在飛沫的噴漸 那個部分得到了很有效的控制 基本上你可以看這個圖片的話 大概降了90% 所以這個產品現在在泰國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大賣的顧客 那這樣子的產品 我們其實還有很多ID 因為像我剛剛提到我們的診水 現在是10張診療理 它有20個醫師 然後這些醫師他們都有一些 對於產品 對於治療的一些想法跟討論 那公司這邊就跟他們結合去開發出一些 對於亞科醫師比較好的這種治療的方式 或者是產品 那可是遇到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開發硬體的這些設備 很耗時也非常花錢 然後很多時候這個醫師的問題點 可能不見得是所有醫師的東西 或者是大家的 觀的拼念 或者是偶爾拼念 所以怎麼樣讓這個東西 更好的進入市場的時候 我們就去思考就是說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把科技業在做的這種方式帶進來 所以說這是眾籌的方式 那所以我們在8月27號的時候 就會把我們的全世界第一個 針對亞科的PRO放電台風的這樣平台做出來 啊OK 對 那個也有邀請政委 不過政委因為時間比較繁忙 為什麼要自己做一個platform 還是說這只是一個品牌 因為做群幕有很多別的部分嘛 金流啊資訊流啊會有溝通等等 為什麼是選擇自己做 而不是用現有的白牌 或者是有牌的 那因為其實現在已經有了這些品牌 他們在做群幕的時候 他們其實處理在一個 就是他們的對象都是民眾 對 一般民眾 那一般民眾 他們看他們要看的東西 跟產品其實 跟亞科醫師要看的東西 一般一樣 那我們因為我們對患者的那一塊 是我們的診所 跟未來我們要成立的口腔醫院這件事情 那 這些醫師 進到我們口腔醫院之後 這些醫師想要來學習的這塊部分 這等於有點變像亞科的B2B 醫師跟醫師之間 醫師到底要看的是什麼 所以我的這個 crowdfunding platform 我們一般來說是 crowd 指的是民眾 而在我們的角度 看的就是亞科醫院人員 對 這我理解 就有點類似就是 B2B有點像是 小的Joy Venture 那種感覺 對 但是因為在通常2B的時候 他付錢就不會只是做愛心了 他一定是會想要 Early Access 或是有些想要換投票權 就變成補權師群母等等 所以你們的加入你們的這些醫師們可以換什麼呢 是 那我們在針對這些醫師的時候 其實 因為對醫師來說 加入補權這個複雜度 對他們來說其實太高 他們其實只是想要很多我們 因為我們在做數位治療 其實已經就是一個Early Adapt 那萊藏姆克的醫師其實也是Early Adapt 這一群人形成的Eat Group 就是他們的Early Product是很有興趣的 那這樣子的人 他如果用一般的綜索平臺 他其實是不可能看到亞財產品 因為他會限縮在很多台灣的醫療反規上面 國際的醫療反規上面 你的這種亞財產品 即便你是要賣個禮食的 你都不能過分呼嚕資訊 那因為他們擔心所謂的資訊 你說廣告法的反規 對廣告法的反規 我知道那個意思 對對對 那這樣子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有一個相對封閉 部分封閉的這樣子 外面搜尋已經看不到的 搜尋已經看得到 看得到 看不到最終 就是你最後你看到新的這些東西 跟你最後都買不進去 因為你的身份不是亞科從業人員 對 所以這個是我們需要去把它避免掉的 那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是亞科他在做這些產品的時候 我們怎麼去解決剛剛說到那個東西 是亞科醫師他看到這個產品 可是這個產品不見識他要的 那可是這時候有時候在製作的廠商 或者是當初發想的那個意思 他的想法的差距在什麼地方 類似封閉時限期測試嗎 Cross Alpha、Cross Beta這樣 那我們是希望把Cross Alpha、Beta的部分 再往上提升到一個產品 所以我們就做重測平台 簡單來說就是 這個產品出來之後他會有一個idea 他可以有idea 可以開始做公開 這時候我跟你之間就可以說 這個產品是我想要做的這個東西 這是不是你覺得是ok的 那如果這個東西你覺得是ok 或是你覺得不ok 那你可不可以給我們一些 feedback 所以它是面向你的國內的就是同業 還是國外那些新的內向也算在裡面 其實是希望吧 因為其實來到我們這邊的醫師有各個國家的醫師 所以我們是希望透過這些各個國家的醫師 他們都可以給一些衣服 然後所以我們可以把一些 這些牙齋的產品拿去 對很快的很快的帶到國際上面去 讓這些醫師可以這樣子很快的不同 了解了解 然後他們就是一個KOL可以在當地去想過 這很有意思 對那其實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這樣子的部分 其實它就是這個 crowdfunding 客戶 它就成為了一個最終的電子銷售平台 就像您常常說 就是ID是一個工具它是服務大家的 那再往前之前是怎麼樣是有一個這樣子的 可以討論大家的一個場域 去讓大家相信 所以我們剛剛是從診所 然後到教育中心 然後到中央平台 那這個東西其實在回到這邊來的時候 就是我們的診所 也希望成為台灣的第一間 這種牙科的口腔醫院 那這個牙科的口腔醫院 它會獻利息的是 其實台灣的牙科真的在亞洲 或者是台灣的醫療在亞洲 真的都不酸弱 可是它的問題就是 在於就是台灣還沒有足以 足夠多的醫師在國外 嫌棄那種 就是我們的能力 可以convince 或者是我們可以influence 去改變你原本的治療 或做我的這種方法 除了防疫醫師嗎 對除了防疫醫師 對 所以我覺得這次台灣的防疫 就是非常的成功在這個地方 那其實整個東南亞國家 我們再去看 譬如說東南亞國家的人 他們去旅遊的時候 很多時候 他們有的會就是 沒有可以拿個椅子過來 沒有問題 因為鏡頭是這樣拍 所以你坐那邊比較 對 對 就半個椅子 好 請繼續 所以就剛好就談到我們的口腔醫院 那我們的口腔醫院其實就是 有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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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兩個就是 你好 親兄弟 就是可能 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 厲害 大家通常都說不是這麼像 真的 可能因為戴了口罩 所以就很像 說得好 所以 所以 那我們的口腔醫院就是成為 就是 因為我們就是在建構整個 壓克力就是 從醫療 教育 然後到產品 然後再回到醫療 那他 口腔醫院他就會成為一個 產官學 一個合作的 一個很大的一個 歧視點 那 你可以把一些 在 口腔醫院的部分 現在我們把 數位的科技 這跟我們一般社會大眾 講數位不太一樣 那我們的數位科技 透過RSI現在已經把 壓克跟 我們講的 3D的掃耀器 對 K-CAP 那K-CAP要包含 CN-C跟 這個3D列腫 合起來來治療病人 然後又有幾種不同的軟體 來 直壓的矯正能 跟修復的 那我們大致上就是把病人的 治療的 複雜性的病人 治療的結果 在還沒有治療期 我們就已經先治療 知道他治療的樣子 那這種 這種合併呢 現在最大的一個 是以 老人家完全沒有牙齒的 對 那我們把 系統建立好了 那我們就可以把 枝壓的 塑辱糖漸 嗯 就有點像這個稿一樣 對 我們全部設計 像是競速練習 全部出來 嗯 然後一直照著過程裝上去 然後併了在那一天 治療的開始也是治療的結束 所以這樣子你們去過多少人 去過因為它是新的 對啊 這個是全新的 第90 第90 OK 就是這樣 剛剛跟您提到的是 3個小時內的這樣的治療 啊這個有拿到 台灣的那個 專業發明 是 對對對 這個 OK 然後這個是我們核心的 治療效果 然後就是 一群 就是這群醫師跟 阿維茨的 嗯 的這個專業人士 一起一起配合去 發展出 嗯 在這種治療的方式 OK 那我們在想說 嗯 以這種治療 然後還有另外一種 就是牙齒作戰 嗯 沒有要 到我們治療的 牙齒都在 但是老人家 治療是今年累月的使用 然後我們台灣現在要講 就是如果它明顯啊 日子沒有那麼好過 對 咬緊牙關 啊 OK 它過放的咬緊牙關 所以牙齒突出的大代價都 停掉 所以它吃東西又專有名帶 了解 然後我們有 很多方式可以 一樣把戰況 已經建立好 然後我們把 醫師 你現在這個治療很滿 醫師呢 帶著我們的 套裝的 筆記做好 為了這個病人 克制化的 這些三立列印的 架子 然後它是調整好 我們臉 臨時做好了 也都好了 就把它放進去 所以這樣子 醫師還剩什麼功能 治療計劃定定 就這樣了 對 也就是說 還有最後的組裝操作 對 因為這個治療後 所以我們跟 高法醫的難度是 普高的 就這樣子看起來 這種做什麼東西 放上去 但是放在哪 怎麼放 OK 還有它的空間要多少 那三個轉殼 才能把它跑出來 要剪 但是一般的醫師 一般的路邊看到的醫師們 並沒有一個醫師有三個專科 可是這樣我的病人 大部分都是被轉到大醫院 那我的意思是說 現在你有三個專科的 還是在你這邊嗎 但你不是看這個病人 是看他的三立掃描大嗎 對 然後你處理完之後 再讓這個前線的醫療人員 幫忙裝上去 對 那我剛剛的意思是說 不過裝上去還是需要 專業的醫療人員 不能說你硬給這個患者 他再加自己去裝上去 對 一定要給醫師 對 所以醫師還是要 因為裝上去的過程 是一個複雜的過程 是一個複雜的過程 了解了解 就沒有那麼簡單 對 所以降低了他的 只降低他的設計 治療計畫的專科的需要 不是說 就是完全讓亞裔的角色消失 對 是的 所以我們小說 這樣子的一種組合 是會更專業的組合 如果把它帶到東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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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南亞的方向 嗯 聽聞之前 其實裡面有一些 任養計畫 嗯 就是台灣女都要去醫院 對 沒錯 對 東南亞的國家 不知道這一套沒有 有機會 合作 波會部部已經 已經認識你們了 不是嗎 就是你剛剛說 那個新南鄉的 參訪的時候 他們是直接帶到 你們的教學女 他們那邊的話,當初是因為我們的醫師長 都是陽明大學畢業的醫師 我們跟陽明大學的學院長也都非常熟 那個時候他們要做這樣的數位課程的時候 他們需要有一個更好的場域,所以他們跟我們合作 可是那是以學校為單位 了解 所以等於是衛福部對學校再對你們 不是衛福部直接在他們的新南向計畫對你們 OK,了解 好啊,因為我對於衛福部在新南向計畫裡面 我大概有聽過一些,因為國會我們有合作過 有帶我去看過了 包含就是也有一些遠端診療的部分 然後像國泰醫院有一套這個系統 他們也有整套輸出 但是至於他怎麼樣去選擇 就是你剛剛所謂的認養 或者是這種新南向的partner 因為他並不是跨部會事務 我們這邊是跨部會事務在我們這裡 他在單一部會裡面 但是我當然可以問一下我們衛福部的朋友 是這樣 那特別的話什麼東西 那我們可以問一下 是 那其實 因為其實像我們的 其實您聽完我們公司整體的結構 就會發現就是我們是一個 我們本身就是一個跨各產業領域 就是從牙科到教育訓練到新創產業 這三個東西就結合了這樣 那其實這個地方就遇到很多法規上的程度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提到那個眾籌的那個部分 那其實就有很多法規 它也不是灰色地帶 它就是沒有寫清楚 然後要去印證的時候也會遇到一些困難 那為什麼當初去成立這個眾籌的平台 一個很核心的原因就是 第一個就是 我們要讓這樣子的 對象完全是兩個醫師 所以他們才會有興趣 就是因為這個是跟我有關的 第二個就是 這個東西跟他們的互相的合作 就會比較偏向就是 這些醫師他能獲得到的是 這個產品它的前期的 不管是開發的那種感受 或者是它的 feedback 跟這個 所以它就變了一個部長的開發 對它就變成一個部長的開發 那當然最終它可能是獲得一些 產品上的意義 就是說你剛剛拿到的是一個 更特殊的醬 對啊 像這樣的方式去跟他們合作 那我們也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去 很快速地去打開整個東南亞 在台灣的市場 因為其實像你剛剛提到那個 Easy Prime 那個產品 它已經是賣到泰國還是西洋 走過香港醬 可是Ferriving 然後印 那可是其他的廠商 如果要這樣子一個一個走的時候 它其實是非常辛苦的 那我覺得台灣的牙材廠商 其實有蠻多 特別是最近有開始 越來越多的這些新章牙材的公司 開始在騎 那他們在騎的時候 他們要走到國際的時候 他們就會遇到困難 因為你的東西在國際 你雖然比人家可能更便宜更好 可是人家跟我們不認識 所以你也沒有辦法印證你的更便宜更好 那你也沒有辦法去說服當地國家的意思 說我的東西真的更便宜 不過聽起來這個是 有一些是轉入 有一些是人際關係 跟法規到底有什麼關係 這個東西牽扯到的 第一個就是 比如說在各個國家 它的那種法規的驗證機制會不太一樣 所以台灣的法規驗證機制 跟其他國家的法規驗證機有不同 就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是 如果它要去那個國家 去打那個國家的市場的時候 它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國家的法規 跟台灣法規用戶一樣 那譬如說我在這邊要去做行銷 我直接用網路的方式去影響對方的時候 在台灣這個地方的法規又會限制它 你不能去做醫療法這樣子的 你說不能往泰國投放 它可以往泰國投放 可是當它在台灣秀出來的時候 這個東西本身就已經為了 不然你可以限制一個能夠看到的人的國家 嗯... 對 它的確是可以這樣子限制 對 可是 因為其實有很多 而且如果你用泰文的話 台灣人看到到底 當然也 台灣也有看到泰文的人 不能說完全沒有 但是好像不是你們主要的TA嗎 對對對 因為其實他們 對他們來說 就是如果你一個一個市場這樣攻的話 其實台灣的廠商要去獨立找一個泰文的翻譯者 印尼文的翻譯者 這樣可能就可能太高了 所以他們通常都是用英文進去 了解了 那做了之後可能就會又被告發 又被怎麼樣 那這個告發很多時候是同年之間的行為 那這個我們也沒辦法避免 對啊 那可是他們就會變成說這樣子的廣告行銷的各方面的方式 或者是我們這樣子的眾所平台的方式 都有可能會走在一個比較偏 就是不知道怎麼去做更好 不過那是因為你還沒有開發完成 也沒有拿到醫材許可 或者醫廣許可 然後就 宣傳了效吧 對不對 核心是這個 嗯 他其實已經拿到醫療許可 然後 醫廣許可的話 他的一個問題是在於 你每次有任何一點文字上的變動的時候 他就需要再做一次 對 那因為現在的醫廣許可 他就比較偏向是醫療廠商對一般民眾 對 可是因為我們現在的醫材產品 他是比較對醫事的 所以他的那個時候 有時候他在做這些東西的時候 他的那個知識的落差其實並沒有怎麼辦 但是你說你在網路上面下廣告 你要怎麼樣確保只有一次看到 因為 是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因為就像您剛剛說 我們並沒有辦法抽到這件事情 對啊 你可以限制只有泰國人看到這沒問題 對 但是好像沒有辦法限制只有泰國醫師看到吧 對 是的 啊 現在的 他的差別就在於說 因為這樣的醫療產品 他其實沒有辦法 就是簡直一般人都根本不可能買這個東西 對啊 他在做的東西是醫療的行為的這些東西 你說不可能買的意思是說 你購買的時候 他要刷個醫師品真的什麼嗎 哦 還是只是說一般人不會有興趣 一般人也不會有興趣 但是他你不能用一般人不會有興趣 為理由來說 就是你要打廣告 嗯 你知道我意思嗎 我知道我意思 對啊 就是說因為他不管在任何關卡領域都是這樣 他的那個構成要件是以 一般跟這件事沒有關係也沒有足夠知識背景的人 看不看得到 為 就是 要件 他不會是以他買不買得到 為要件 因為廣告本來就不一定你會去買 對 那所以 我具體建議可能是你要把這兩盒拆成兩份嘛 就是說 就是說如果只有他比較醫師看得到的 那就像你說這個封閉室的群組 那一個封閉室的群組本來他就不叫廣告 他比較有點像是什麼會員Email啊什麼之類 你只要確保說你可以按一個鍵取消訂閱 就就好了你的責任到這裡為止 那那這種其實是沒有什麼依廣的問題 因為他根本就就不是一般人都可以看到搜尋情也看不到 那但是如果搜尋已經看得到 而且一般人看得到 我覺得你不能主張說他他不會買 我覺得你要主張就是說 那你投放的這些管轄領域這樣做是合法的 那我們已經盡到我們盡可能的責任 說在這個不合法的這個管轄領域我們都沒有勾 所以根本不會出現在這些地方 那所以如果有人真的要用VPN翻牆去 他看得到然後再來檢舉你們 那第一個就很麻煩 那第二個你這邊的舉證是比較強的 那你如果在這邊舉證說我碰巧看到了 但是因為是英文啊很專業啊 已經在廣告上面注明牙科再來看 這個我覺得沒有什麼說服力 那如果說我們用第二個方式就是說 比如說他今天要去購買的人 他必須要提供他的醫師證 因為這時候遇到一個問題就是剛剛提到 我們要去做廣告行銷的時候 他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是 你要對這些醫師去做行銷 可是你一定會出遇到其他人 那你也不會啊 你不是有學員名單嗎 就是來過上你們課的 他只要留下他聯絡方式 你直接email怎麼會觸及到其他人 我指的是就是 因為學員畢竟是相對少數的一群人 但是你可以增加他的R值啊 就是那個一傳十、十傳百R等於十啊 就是說確保說你給他一些Kits嘛 那這些Kits他可能就是一頁的Flyer啊或什麼 那如果他自己要就是上了課 然後覺得這個Kits不錯 那他再分享再分享給他的同業 那這樣也並不違法啊 我會理解 那因為我們現在想要討論的是說就是 呃 並不是每一個醫療的產品 都有像我們這樣子的教育中心 然後可以觸及到這些人 對那他們這些人 如果要打其他國家的品牌的時候 台灣不管是台灣或者是其他國家 他都會希望是比較廣式的 就是FB人這樣的宣傳 這是FB為單位 就做這樣的宣傳 那這樣的宣傳他其實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呃 我們最最終可以做到的可以是 你不是牙科醫師 你不是牙醫診所 你不是醫療機構 你不能採碼這個東西 可是你說如果要 那你就宣傳有這樣子的事情嘛 嗯 那但是當你點進去的時候 你要先提供你的 好比像說職業的登記證號 還是什麼之類 你才看得到進一步的訊息就好了 就是說 呃 你把可能會違反移管或什麼的 放在一個牆的後面嘛 那這個前面只是告訴大家說 有這件事情 那你可以過來註冊 那這樣子是不是 就是當然我了解到這樣子 他的conversion rate會稍微低一點 因為呃 畢竟就是他得先相信你到 他證明是個牙醫的程度 但是我覺得這部分也可以透過一些 有創意的方法來解決 好比像說 呃 early access 最常見的就是 呃 什麼前一百名嘛 前五十名嘛 invite only嘛 這個呃 邀請嘛嘛 什麼之類的 就你盡量讓這個restricted access 看起來不是一個麻煩 而是一個類似特權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對那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就比較多人會就是看到這種比較廣的廣告 但是還是願意問一問自己是不是牙醫師 如果是的話再點進來 那這樣子的話 你也可以省一些廣告費 因為你可以選擇就是你是以點進來再算錢 而不是以看到再算錢了 對那這樣子的話 有些人就算看到 反正他不是牙醫師嘛 那他也不會點進來 我覺得這說不定是比較可行的一個做法 因為不然你還是會碰到 你對一般人就算不會點進來 宣稱療效的這個狀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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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的意思就比較像是說 呃這個這個一個什麼牙醫師 專屬的什麼快速成型 什麼東西的俱樂部什麼之類的 就是說你的那個文案要不是講特定產品 而是講這種特定的組織方法 那他進來之後再看得到特定的產品這樣 嗯 對是的謝謝 因為其實現在的問題是在於 既有的破這是一個嘛 可是必須要有不停的灌出新的東西進來 那現在的問題就會很容易卡在就是 呃他這個新的這個東西 沒有辦法去單獨定位到牙科醫師 而且他的群眾數量是很少的 對啊對啊 所以你如果去做宣傳的時候 一定是你低於一個程度 連廣告都打不了 對啊對啊 所以所以我們就需要把這個破家打 那這個裡面就一定會 呃錯誤引用某些人進來 對對對 所以這塊他其實的確就會造成 很多廠商他們遇到的一些問題 對啊對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不需要鼓勵特定的購買行為 也不是特定的服務嘛 這個就是某些廣告就是就是這樣什麼 地方的牙醫需要什麼 對那像這樣子 就他是很很suggestive 但他並沒有特別講什麼 對那這個時候進去之後才是那個特別講什麼的部分 那那這個我覺得這也是可以考慮的 那這個我覺得這也是可以考慮的 感謝 我當然就是說 醫材就是BioMed啦 就是生物跟醫材當然是我們主要的一個戰略的一個產業之一啦 對那以我的理解就是關於數位的這個軟體 也把它算作移菜然後促進它的這件事情 之前是有蠻多的就是比較像是補助型的這個計劃 那但是就是就像大家講的 其實大家很多時候想要的是一個比較快的審議期 或者是一個比較低的準入門檻 因為畢竟軟體它可以隨時修改 不需要等到硬體的那個那麼長的這個支撐 所以以我理解這部分就需要法律的調整 才能夠真的把就是你剛剛講的這種數位輔助式的儀材 那或像我昨天採取一個助聽器的廠商嘛 他們連助聽器的校準啊什麼之類都已經變成 就是用軟體的方法來做 等於大家都是用一個一樣的硬體 甚至可以自主式的去做到這種客製化等等 那這部分因為他們目前沒有辦法主張這一部分 也是他儀材的一部分 他只能主張硬體是他的儀材的一部分 所以這個我覺得不是只是我們變預算就好的事情 這個是需要我們fundamentally對於儀材的那個定義 可能要把數位的這個促進把它放進來 那這個以我理解會有一個版本的草案 那但是因為我不會背 所以可能是後來再來找給你 對 那另外一個就是正委這邊 因為其實像我們在做這個crowdfunding platform 那廠商跟醫師都還蠻有興趣的 那他現在遇到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國際的這樣子的金流的問題 如果要因為crowdfunding platform 你知道就是一個廠商他進到這個地方 他就會成為一個獨立的公司在這邊 然後東西進來之後錢進來會進到第三方拓棄關 然後最後購給這個公司 那現在的問題是台灣的金流其實並不支援國外金流 你們已經有去申請群木券商的資格了嗎 因為群木券商的資格 那時候我們跟律師討論的時候 因為我們這邊並不會涉及到那些 就是真正偏群木型的那種 所以你只是叫群木才不真的是群木 不算是 因為我們定義上會跟他們 我們實質操作上跟一般的群木會有一個差距 OK 所以就是反正你的主張就是說 金管會的那一套群木原則不會適用於你 對 就會真的不會適用 就是律師他們之一 OK 好 我們說如果要就去申請 沒有問題 因為他們那邊金管會他們比較偏向 根權的那些東西的限制 所以會跟我們無關 OK 因為如果是券商 他當然就是跟他partner的銀行 那個銀行會算那個風險值 那所以你如果是國外匯兌 那你還是deposit到那個銀行賬戶 就是券商有他自己一套 收國外資金的方法 對 因為他現在的問題是像 比如說國外他在做 比如說Kickstarter 或者是英國他們在做的時候 他們會用那個Stripe的 做為他們那個 可是在台灣是不能用Stripe的 你們也可以用啊 你們就弄個美國公司就好 對啦 就是這等於是 我們要解決什麼 或什麼開曼去到公司 對 如果可以 還是希望能夠在台灣 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當然 可是現在這個問題 好像就變成是一個 不知如何是解 那我們的確在這樣 因為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要在新加坡成立一個分公司 就是為了要解決Stripe的這個問題 可是這個東西其實我覺得 有點奇怪 是因為就是國外的金流 他在台灣是沒有辦法 就是正常的 就是不管是會有任何交易 實現 就是他要先經過一個 金管會認可的 能夠接受這種國外援隊的 那當然現在電子電票慢慢整合了啦 就是說也沒有那麼困難 但是總之金管會目前的想法 就是你要先找一個 就是institution 然後用那個institution來處理這一塊 而不是這個新創公司 自己就可以來處理這一塊 這個跟我們金融沙河的想法 也有一點類似 就是說這個出了沙河之後 他還是要現有的市場 已經有這個轉入資格的來運行 而不是說這個新創 只是因為他在沙河實驗成功 就可以豁免於後面的那個 包含資本的限制 然後等等的這些限制 所以目前金管會的邏輯是這樣子 確實是如此 對 對 所以那這塊 你的定義就是 因為同樣這個也是法律層級的事情啦 不管是投誠會的運作的方法 或者是等等 這些大概都不是法規命令 就是在行政院這邊 我們說改60天就可以改掉 那這個事實上是牽涉到 就是我們怎麼看境外資金的這件事情 那這個可能還是必須要在立法院有所調整 那我們這邊行政院才能夠改變我們的處理方法 那當然就是說現在這些轉入限制 是有它的一個歷史脈絡 那所以除非是說 舉例來講像那個當時在做 本來是必鎖金公司嘛 後來變成非工法公司 都可以運用特別股 那特別股其實就已經就是有一點點像說 你可以選擇你要的是股權或者控制權 那或者一股幾權或者幾股一權 或者只有後決權 那或什麼之類 就是把股根權有點分開來處理 那這個就是因為民間有一個很強的聲音 說如果不這樣的話 所有人都要去開門群島社公司 已經沒有人想要在台灣社公司了 對那所以才就是有這樣子的動力 讓各個黨團的委員 當時其實沒有人反對 就先在必鎖金公司實驗 然後進入非工法公司 那但是因為你剛剛講的這個 就是境外不特定收單的這件事情 在今晚會的角度來看 那你就是一個資本的比較小的權商嘛 對那但是其實從你的角度來看 你根本就不是權商 所以這個就是產生一個 我們叫做Meta for Clash 就是他比較認識這個 所以他覺得這個是這個的比喻 但是你覺得就是你根本就不是這個 所以根本不想應用這個比喻 對那所以現在確實處理 只是碰到這樣的狀況 那因為這個是他的尚未就是 就是證券交易法的限制 就是他其實沒有辦法認識 除了證券交易上以外的東西 那就是因為需要特許的是 這些不同的行業 所以你要改的話你要去最上面改 然後再加一種新的東西 那這個必須要立法院做 這很難儘管會說可以做就做 對因為我覺得很可惜就是 因為像這樣子的金融的服務 我覺得台灣還蠻多公司他會需要 他會需要把就是國外公司 當成一個台灣的公司 然後前國外台灣先進來 國外先進來 然後台灣最終可以獲利 然後這個公司可以就是 對其實其實我們之前有幫忙協調過一些案子 好比像說像Xpedia 他希望在台灣這邊有一個專門收錢的 但是他想要節省那個信用卡的匯損 那所以就是不管是國外刷到國內的匯損 或國內刷到國外的匯損 他都希望說各自先刷到當地的 然後他主張說這個不算是第三方支付 因為他只在他集團內流通 那所以我們還特別去請中央銀行給了一個代碼 就是專門做這種就是在各地不同的收單行 但是是屬於同一個集團 那他們之間的未來這種大宗匯兌 從中央銀行角度來看 因為他是要洗錢防治 所以我們就是要把洗錢防治的那個risk 變成你這樣子收單 跟你透過好比像說Visa 做跨境匯兌的那個risk 這邊不要比那邊高 那這樣中央銀行就說OK 所以後來中央銀行也真的說OK 所以這個我們有協調這個程度 但是就是說還是一樣 就是說如果你本來是好比像說特許行業 像旅行社 你不能因為就是你這樣子匯兌 然後這邊主張說我只是收錢 但是你還是賣只有旅行社可以賣的產品 然後你主張說我只是幫一個國外的 他取得國外證招 但是沒有國內證招的旅行社在那邊收單 那這個是就是租外機關是不同意的 他會主張說那你這邊的這個收單行 就是當你在賣的產品實際上是國人使用 而且事實上根本也就是跟現有旅行社賣的一樣 那他就是還是一個metaphor 就是說他感覺到的就是他買了一個旅行社產品 即使是他只是錢會進這個 但是這個服務是某個境外公司在提供 但他還是主張說他需要取得旅行社資格 那後來Xpedia到底有沒有去申請旅行社資格 我就不知道了啦 對但是就是說這個是確實目前就是各部會的一個粗略的公式 就是這樣就是說我們並不反對說你為了節省賄損或什麼原因 然後去就是跟莊銀行要那個代碼 但是如果本來是特許本來有準入限制 不能因為這樣子去規避掉他的準入限制 那當然你就主張說你不是勸上 所以不應該有準入限制 那這個可能就要一路到就是立法院那邊才能解決 那其實像在其他的那種國外證說像新加坡 他們是怎麼樣做到這些事情 因為其實在比如說這樣子的動用的法規裡面 他們那個在對於新創或者是國外的物資 或者是這些東西他的靈活性就高了 那像Striple這種方式 對其實其實這裡面還有一個法系的問題 就是說因為我們是俄陸法系 那所以如果沒有依法說可以做的事情 他只要看起來有一點像需要準入限制的東西 那按照一般的法解釋就是不能做 那所以他不像我剛剛講金融沙盒什麼東西 都需要立法院先挖一塊出來說 那你還是可以犯法 不過只能犯半年 或者犯一年 讓我們看看效果如何 但是在判立法國家不需要這樣子 判立法國家他只要說 這個是一個就是給所有的法官的類似一個通行 就是說有人在這個情況下 他要犯個半年一年的法 來調整我們的判立 那你應該就先讓他容許讓他過去 那在判立法國家 這個只要是一個很穩定的解釋原則就可以了 他不需要事先好像先挖出一塊空間 只有在那塊空間裡面可以 你稍微把這個空間往外push一點點 其實也都是可以的 就是他的那個裁量的權限就比較大 變成是說除非我特別講說邊界到這邊 然後比方說我不知道資助恐怖分子 或者洗錢這種可能你怎麼實驗結果都一樣的東西 那當然是不行的 但是沒有踩到這邊大概都可以 對那所以其實是我覺得法體系會造成很多 很多判斷的那個不同 就是我們這邊要特別講說可以才是可以這樣 要改法體系的話 可能要執限什麼的 哈哈哈哈 修憲什麼的 對這個其實對台灣的新創作 我覺得這是願賣 對這個其實真的是 就是我自己就是90年代在創業的時候 就是很有感 就是如果你超前時代到這個現有的 就是法體系不認識你 那基本上就是很難用演算法 就去凌駕作用吧 對 因為你腦波控制 腦波控制 對啦 但是但是我覺得像其實我們有一般性沙盒嘛 所以在法規命令層級的中期初 可以幫你們去爭取 Xpedia就是那樣爭取來的 對那當然如果是真的要挑戰 法律的話 那這裡就有一個兩難 因為金融沙盒 你首先要先主張你是在做金融工作 但是你們根本就不主張這個 所以雖然有一套這個方法 真的讓你能夠去challenge法本身 但是因為你不主張你是金融工作者 所以反正你又用不到 所以現在真的這是一個挑戰 確實是如此 那想問一個問題 那您對於我們這樣子的公司的結構 因為其實我們等於是兩種不同 一種是比較偏傳統醫療的 對 那另外一種是真的是偏新創工資 這樣子的結合 您這樣聽完 我們就這樣問 你有什麼樣的建議可以給到我們 對我覺得就是你們這一套 就是以發明專利的這些 我覺得是很多人所需要的 所以不一定就是被侷限在台灣的法理器裡面 說不定你們一開始的市場根本就不是台灣 是比較發展快的 對 那你剛說有一個形狀 就是說你在國外有這麼多這麼好的人脈之後 其他的在台灣的創新遺菜 有點就是雅克拉雅菜 Piggyback在你們的這個人脈的這個關係上 我覺得這是非常成立的 而且很可能是 就是台灣大部分的新創 就是要盡快走向的一步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在國內的市場以及投資環境 這種就是比較說你要先跟大家的player 有一個生態系裡面的位置 你越會做這種pitch 就越不會做國外的那種pitch 這兩種幾乎是完全背道而馳的想法 對 有時候還要特別找兩個不同的人來pitch 不然會那個競爭錯了 所以我覺得就是 就是我覺得勇敢的往外 這個是蠻重要的 那但是其實在台灣就是內部的 包含你說的很多early adapter 或者是這種快速成型的 這種就是包含材料科學 或者是這些數位的人才 什麼當然是你的後盾 因為你需要什麼人才 大概就坐個高鐵 這個一小時半以內一定找得到 對 那但是我覺得主要市場還是要往外想 這個是真的蠻重要的 現在其實遇到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因為其實我們以前 就是前半年我們兩個就是 19年以前 就是每個禮拜 非常的外想 那現在的問題就變成是公民來聽之後 我們變成只有產品能夠出去 那醫師的部分的話 他們在做這種大型的機會 什麼 那我們webinar的話 其實對於醫師來說 他的那個需求 你知道嗎 叫什麼 什麼 就很難達到像以前 因為其實像以前 不能一人發一個VR什麼的 他其實 這是一個值得突破討論的方式 可是他在國外 對啊你就寄一套什麼exaspace給他 有道理 對 我不是完全亂講 我知道 我覺得是有道理 那我們是 而且我們的課程很多都是Hands on 但是醫師他就是要真的要去 在假人口補行上面去做Hands on 那我們醫師去教 那我們基本上整個2020年的整個課程 國外40%基本上就是趨勤 可是像我知道很多像IoT的那個部件 維修什麼之類 即使是在COVID-19以前 因為他們專業人員真的非常貴 那然後也沒有辦法一直搭飛機 所以像那個就是HoloLens 2 他們主要的客群其實是這個 因為一台10萬不會有人買來玩 還是會 但是比較少人會買來玩 但是大部分都是真的有需求 那需求就是 他們很常見的就是說 那我要在一個很專業的工業控制系統 全世界能夠修這個的 可能就那麼多少人 那這些師傅他就附身在我身上 因為HoloLens他有前鏡頭嘛 然後有這個就是Augmented Reality AI投影嘛 所以這個師傅就可以在遠端 但是去做空間上annotation 好比想說他就可以 像我現在戴這個眼鏡 假設是HoloLens 那我後面的師傅就可以說 那你前面這個發著藍光這個網友移一公分 然後他可以在這邊直接畫出一公分來 然後我就必須網友移一公分 然後他才往下個階段去走 那所以因為我看到他都看得到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就好像他在現場一樣 那我覺得這個場景就跟你們的比較像 對就是如果真的是 就是被你們訓練的學員都有HoloLens的話 說不定你看的還要比在他旁邊還更清楚 因為你是直接用他眼睛的那個角度去看 對因為我們其實通常一對 大概是一個假式會對到12個學員 對那這樣12個學員的話 然後他們需要有那個假人頭 因為他要在上面去做真實的去背 那這個東西其實就會牽扯到 比如說像他的人頭就超過10萬 人頭寄過去就超過10萬 然後再來就是 講是他同時要 可是他飛過來再飛回去 也差不多就這個錢了 可是他飛來飛去是他花錢不住 對那我理解 但就表示說他本來就願意花個幾萬 來台灣受訓嘛 那他分擔一點就是把人頭寄給他的錢 難道不行嗎 他本來就準備好要花個四五萬 理解 因為至少出個一半 我不是完全亂講 但是因為你未來如果要service到 就是更多的time zone的人 你遲早會碰到說 你能夠訓練的人不scalable的這個問題 那你如果要train the trainer的話 at some point 就是他手上還是要一顆假人頭 對 他才能當別人的trainer 我們是可以讓當地的經校商 去 support他們假人頭這些東西 對 可是可能真的就是要多去探討一下這些 ARVR的solution 是不是真的能夠應用在這樣子的場景裡面 然後如何讓我們講是一個對十幾個人 對 因為其實意思的時間都是非常保護 是 是 對 那如果一對一的話 那個成本太高了 沒有你就會變成好像 我們現在都很常見 就是三乘三或四乘四的那個視訊系統 然後每個是一個人不同的 不管hololens或其他的東西的狀況 然後你就要輪流去尋嘛 你在一個一般的training的情況也是這樣子 對 那所以我覺得 當然不是說這樣一定成 而且我真的沒有手軟的業配 但是 但是我知道在公控的領域 他們真的是已經這樣用大概一兩年了 對 我覺得這是我 那那個 Lens 是哪個商商的 Holoens是微軟的 所以我才說沒有手軟的業配 對 他們在台灣也有上市 對 就是實際上就直接可以買得到 跟你的假人頭差不多一樣貴 對 對 對 這等於是 他們每一個人都要用一套 你可以輪流用 對 因為他們都會在不同國家 就你每個國家經銷商至少各要有一套 確實是如此 應該不只 對 是比較可能那次上課段 對 因為其他人可以join這個人的view 所以就算你只有一套AR AR比較貴 其他人都可以用VR VR比較便宜 對 對 那所以就是說 雖然其他人沒有辦法做操作 但他也可以加入 就是生理其境的那個體驗 那現在生理其境的體驗的VR 真的很便宜 大概三千台幣 就有了 如果你是用Oculus Go那集的東西的話 對 那所以就是說 有一個可能性就是 只有一個人能夠用手勢 或者真的那個工具去操作 那其他的同學 他用VR 然後感受那個操作過程 他還是可以問問題 還是可以看到3D annotation 但他就沒有辦法自己去實體操作 因為是VR 不是AR 對 那就是類似AR搭配VR的做法做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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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其實這一塊會變成是 我們 就是 在 在整個業務操作產上 現在遇到的一塊有點平靜 就是我們差點出得去 可是 因為我們的影響力 等於是被 被這次工具做 我理解 我理解 那他這個東西牽涉到兩個層級 一個是大型的會議 因為以前我們是 受到要去演講 通常都是真的大型會 就是 200到400人以上的 這個雅各醫師的論壇 那曹醫師他就會做為 講師上去去演講 那 另外一種 這一種就是比較大 然後接下來就是 他對於我們真的臨床 這些做法有興趣的意思 他就會 來到台灣去上我們這個課程 對 那這個東西 其實還牽涉到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我剛說的 K-Cancel Bay 因為我們其實整個 製作的流程 都會有這個K-Center的 involve 那我們自己的診所 目前的數量是 全亞洲應該是第一的數量 在做這個數位治療 因為我們自己 好像做很多 那我們在假日的時候 就會把這些設備 控制的設備 就是在假日的時候 進行課程 讓他有更大量的運用 那他現在的問題 就是在於說 就是 當地的國家的儀式 比如說 比如說我們去的很多 印尼亞 或者是 馬來西亞 或者是 越南 這樣國家 他們可能 他們能夠用的 電話機器 可能就是 第一台 來到而已 對 那個東西 他也會 那這個東西 又很強調 Hands up 就是醫師 他 兩個醫師 他現在 這一個外科醫師 所以他們都一定要 自己手去做 手去測 然後去操作 才有辦法 那 他又會被這個設備限制 所以其實這塊 的確是我們 現在遇到一個 在 對國外推廣 這塊的 目前 因為疫情的關係 而停止的 場景 那我們 自己的年會 我們是搞了一個挺好玩的 就是 BR的 這個年會 就是 你應該也知道 就是 直接就是 大家都是嫁人進去 然後可以看 很棒啊 可是他那個 其實我覺得 還沒有到 很完美 就沒有做到 就是真的像電動玩具一樣 進去那麼 smooth 那裡溝通 這樣子 都可以這麼smooth 沒有到線上遊戲 這樣 對啊 可是 他的確這個東西 會遇到一個瓶子 那這塊 你有什麼 像如果是純VR 就是 我覺得有沒有控制器 差很多 如果有控制器 大概只有平常會玩遊戲的 才會用 對 那 如果平常沒有玩遊戲的習慣 根本就是沒有 身在勝利其境的感覺 對 那HoloLens 的好處之一 就是因為它是純手式 它根本不需要控制器 所以你兩隻手都還是可以做 你本來在做的 類似外科操作那樣的事情 那XR Space也是類似 那XR Space還有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它是本來VIVE的 那個就是Peter 出來創的一家新創 它的好處是說它非常輕 就是我帶 然後也不需要控制器 大概大概四個小時 都就是頭部會滾 那這個就跟你們的工作 很有關係 因為如果是那種 大概半小時就頭暈的 的那種就是重量的話 那其實你很難完成 一個完整的demonstration 那但是如果現在是這種 比較輕量級的 那大家待個三四小時 都不會怎樣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大家比較有可能 好好的聽完 就是你的一個demonstration 然後而且就是自己 還願意就是用不同的角度 再去看 那如果它就是很重 或者又要拉個繩子 什麼東西的 那這樣大概15分鐘 就已經有點累了 是 那當然大家都可以就是 再撐個半年看疫苗有沒有好 這樣 對啊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就是靠產品 就是那個產品就是 特程下來的產品就爆炸性成長這樣 對啊 然後 所以現在基本上就是靠這個產品 那現在也就是 為了要把這些力量集合用 profunding platform 讓更多的產品可以持續的這樣子 我會覺得如果你的 就是說 其實在我腦裡 越來越像一個early access join venture 比較不像profunding了 那樣子的platform 它裡面附送類似像體驗 那可能是透過VR AR 可能是透過就是什麼 互動式的課程之類 就是說 你主要是靠這個平台在訂閱課程 那但是early access 只是你的課程的一個perk 那第一個這樣子 更不容易有那個 異廣的問題 就這樣子 大概就沒有任何異廣的問題 因為你是加入一個學習社群嘛 那我學習社群需要交材交法嘛 那這個交材剛好是 我們早期的一個產品 那我覺得第一個 這樣子大概 你如果這樣打廣告 沒有人能夠抓你了 這是一個 那第二個是說 它說不定可以翻轉 就是大家對這個platform的一個期待 就是說 我如果本來無論如何 就會付這個 訂閱式的學費 那它可能轉成這個credit 那你如果不用掉 它也不能用在別的東西上 那當然你如果用掉的話 你就可以去選說 你優先要fun 哪一個開發等等 那我覺得這也是蠻好的 而且它的對價比較不會變成 好像我就是非得買一才不可 會變成是說 這其實有點像是 就是我上一所補習班或學校或什麼 然後它就是告訴我說 有20種選校 那每個選校有它自己不同的教材嘛 那有點像這樣子的概念 或許也可以往這個方向向 就一個類似虛擬網路學院那樣子 那就是蠻先進去的 那種類似虛擬網路學院那樣子 那種類似虛擬網路學院那樣子 有很多現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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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只是說你的那個AR VR成分要多大 如果不要什麼VR成分 那就是完全2D的 你甚至開一個什麼Tins 然後用Together Mode 大家聊聊天就已經完成了 那但是如果有更多的VR狀態的話 那就要看你的AR VR vendor是什麼 然後你要繞著那個Vender去找 就是Supplier 那學習的Supplier 但是這些因為大概AR VR 它只要往Social這個方向走 教學一定是第一個應用 絕對沒有什麼第二個應用 它就是先教學 教學完之後才會有什麼觀光啊 什麼遠去諮商啊什麼之類 那些都是教學場景的次場景啊 所以教學這邊是發展的最成熟的 嗯 對 這樣 謝謝 嗯 嗯 這邊當然有問題 就是剛剛 我們這邊最 嗯 最 最 就兩天加起來 嗯 醫院這裡最重要的是 如果衛福部那裡知道 我們知道怎麼讓他們選我們 對 讓他們到東亞的國家 對 那個是醫療資源 對接最快的 嗯 然後這個對接的結果 會讓AR X這邊 對 有更多的 更多的Early Adopters進來 對 那Early Adopters怎麼組織起來 是變成學習圈還是什麼 那我覺得這個真的可以多想一想 可能 不一定是 crowdfunding 或甚至 crowdfunding這個招牌 我覺得也不一定費用不可 只是很 很具體的建議 因為這樣你比較不會被無人呈券上 嗯 還是說在台灣你要怎麼做 在國華沒關係 不是 就算是在國外 就是說現在有很多像Patreon 他也不會說他是群幕的平台 他會說他是定期定額支持創作社群的 的那種平台 覺得他是一個不同的定位 嗯 因為大家對 crowdfunding這個字 對 對 crowdfunding這個字 大家已經有個想像 這個想像是 就是一次結束就沒有了 對 那除非是股權市場 你還可以繼續分潤了 那但是如果是像Patreon這種的話 因為他的主要是每片關係 你每個月都要定期定額 那所以他就不是Fund的一個產品 而是Fund的一段關係 那如果他覺得這段關係不錯 他再互捧一半進來 那這樣子的話 就是這個創作者他主要賣的其實是參與權 那這個就跟你們在做的比較像 那但是如果是transactional crowdfunding 他主要在賣的是一個本夢筆吧 一個願景 一個product的理想 對 那就是他fulfill或者不fulfill而已 但其實如果是transactional的話 他就是其實不真的出售參與權 因為大家就是相信他能夠完成這個夢 那大家也不一定有那麼多力氣 但是當你每個月都有掏錢的時候 你當然就會想說 那我是會員 我應該多參與一些 但這說不定才是你們想要的 因為你需要這些實際的人的input 來把這些產品趕快走轉到真的符合需要的狀況 對那所以就是我具體建議就是參考一下Patreon的pitch 可能不要參考那麼多的Kickstart會的pitch 嗯嗯嗯嗯嗯嗯 這應該是說把cloudfunding的想法放進去 對 剛剛那一個訂閱制的方式 對對對對對 我們的確有訂閱制的模式 對對對 對對對 因為其實切入一個new market的時候 他其實會有一個 就是如果你是完成經營new market的話 對於那些early adapter 他也是會就是會缺乏想像 對對對 這是我理解我理解 所以這個訂閱的那個錢要比較少 對對對 就像那個現在office啊 什麼adobe啊 什麼通通都改成訂閱制嘛 那他每個月的那個錢 其實他本來一個零頭啦 可能一折啊什麼 他他賭的就是你會連續訂閱十個月嘛 嗯嗯 對那這個也許也可以想一想 嗯嗯嗯 很棒的建議 感謝感謝 好 就是 對啊第一個月免費啊 對 都是都是這樣 有些別的行業也是這樣 對 OK 養成習慣之後就戒不掉 第一個月免費啊 應該是說 嗯 應該是說 參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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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是不是用 就是我們可能 把他和我們既有的做法 合起來 對 然後是假髮 對因為這個 這個實際產品的參與權 要怎麼樣去做這個 有沒有在細節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講 我們第一個會上的那個產品是Easy Prep 它的小孩子版本 以前就是做大人的 對啊 那現在就是後來很多醫師說 他們想要放在小孩 因為小孩子 嘴巴就不受控 對對對 想要做一個小孩版的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小孩版的 那這一次在 Crowdfunding 那這一次在鳳梅也是一個算是很熱門的一個產品 就是Easy 就是已經都已經準備好要去買那個東西 那 那 那這個東西如果要轉成參與權 我們要怎麼做 大概兩個嘛 一個就是說 在先行一定會做一些 survey 或者一些試作 或什麼之類 那他如果要買到參與權 理論上他可以access 就是整個過程 那所以在這個中間他覺得說 你只測這個年級的 或你只測這個的 或者你要不要另外找別的 condition 來測等等 那這樣你會去怎麼測 變成是他可以來參與 那可能就是一人一票 或者是 以他訂閱多少錢 打個就是開根號之後 再換三成票數 那你放投票法 也有很多做法啦 那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就是大家可以steer你的research 就是最多票的 那你下個禮拜就這樣做 那那這是最常見的方法 那另外一方法就是說 當他後期 他真的拿到樣品之後 那他如果有買比較多的參與權的話 你等於是 不是售後服務 而是服務後售 就是說你先服務他的 來steer你的research 然後你給他這個 其實只是prototype 那他有一次就是 怎麼講就是 引導你走轉 然後更新之後 再寄給他 的那個權利 什麼之類的 這個也有很多structure的方法 對 音樂的 等級啦 對對對 我們這個概念 基本上是做在 白金專輯 剛剛說 跟您說的那個 依側平台的那一塊 對對對 只是沒有做到 您這麼的 嗯 這個叫什麼 對 我覺得可以多看一下 Patreon上面 那就是定期定額 數量高的那些 就從畫漫畫的到唱歌的都有 對 那他們的那個reward 遊戲非常有創意 好比像說什麼 明天的漫畫 你可以今天看到 我正在畫的時候 可以給你看到 我正在畫的時候 除了給你看到 我還會回答你的問題 我在畫的時候 會放你指定的音樂 哈哈哈哈 所以這根本就是直播的概念 什麼都可以賣 太厲害了 然後這個其實 比我們想像的很大 可以做到更多 對 除了產品之外 可以賣關係 對啦 就是主要就是賣關係 嗯 那他就是認同你 絕對不會想要看到你倒 所以如果你的那個 就是產品有什麼問題 他不會修作手盤官嗎 那他就會變成就是 共同創作者 那你要 你要常常被看 對 對 對 大家都變直播主 大直播主 那這個 這個辦法的確 結了很多 可能 我覺得課程 其實可以幫你的立場 就 對啊 就不是在跟著 訂閱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謝謝 感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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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